文明老 美女平常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来看到 实力杂剧公布2023 食欲立城市大调查的排行 台东县食欲推广的成效 受到多数民众以及营养师团体的肯定 连续三年荣登了五星城市 在22个县市当中排名第三 并在农业与环境 食安与卫生两大项的指标当中表现突出 分别夺得第二名以及第三名的亮眼夹击 恭喜台东县再次荣登五星城市 邀请台东县饶庆林县长上台领奖 实力杂志公布2023 食欲立城市大调查排行 台东连续三年荣获五星城市 昨日举行颁奖典礼 县长饶庆林也亲自出席 并上台接受表扬 饶庆林在致辞时表示 台东积极重视食的教育 同时也不断推广饮食相关的内容 例如台东慢食节已行之多年 拥有丰富多元的样貌 让民众产生慢食的意识 进一步关注生活中的食材来源 实践环保减缩等议题 改变了台东的饮食文化 台东这几年在做的慢食运动 其实它跟SDG 跟吃在地食当季 那也跟越在地越国际 其实有更强的连结 就是当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的饮食 是越朝自己的土地去钻研 越把自己的文化扎根的时候 我们越能走向国际 所以这几年我们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那也很高兴 实力给我们这个奖项 让我们在从事食农教育 在从事农业的各个面向 就这几个面向的 实际的从事的工作者 给他们鼓励 虽然他们是 也许他们并没有办法穿着很光鲜 但是他们其实是真正 让台东推向国际 最重要的一线推手 实力杂志副总编辑林玉婷得指出 台东县在国厂食材的指标 三张一Q实行的程度 持续维持2020年的好表现 以99.37%的实行率 保持全国第三 另外在有机农业的推广上 也不施力道 在2023年新增的环境指标 使用化学肥料 或合成农药的耕地面积比例中 台东县也以仅有27.8%的 化肥式做面积拿下全国第三 能够连续三年荣获五星奖 可以说是十字名归 接着陈吉林台东综合报导